我覺得人失去了一個 我們最不應該有的東西 就是人的掌控 聖經是活的 哪一件事他沒講 哪一件事他沒提 哪一件事他沒警醒 哪一件事他沒說 哪一位是真神 那是從裡面的一種力量 那就是祭坦的大能 即便我死我都帶著盼望 因為我知道了一件事 在我有生之地 我得以見神的榮耀 全世界的人都會到一個地步 就是錢無用的時刻 你要用這個無用的錢做什麼 快傳福音 快見到神的家 第一 你的裡面很重 就是你對於這些東西 反而都能夠支撐你 第二 你的解讀系統 你看事情的角度 一方面我們可以明白這個負面 一方面我們也要把負面變成正面 即時關注今日報最新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 並且打開小鈴鐺通知提醒 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另外呢 我也想看看你們三個的一個觀點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 這個疫情 沒有人敢預測彼岸 就是說什麼時候終了 就到底三個月嗎 誰預言一下 有沒有哪個先知預言 三個月嗎 六個月可不可以解決 疫苗有沒有用 哇現在就來了 沒關係我們等疫苗好了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神希望我們做的 那沒關係啊 這個疫苗暫時解決了 我們過去也發生過很多疫苗嘛 這個事情還會有下個嘛 我就說那是世界趨勢了 就是瘟疫的事情已經成為一個趨勢 只是你今天變成什麼了 你還有黃災還有風災還有各式各樣的災 那面對這個你不知道的那個彼岸 你大概是可以知道的 一丁點的那個 但是我們還沒有實境的到那個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假設我們是去朝向 巴比倫的那個路上 哇我們居然都被拔光了我們的經濟啊 如果就照我剛剛講的 通膨這麼嚴重 那那些全島的人你看現在 剛剛三鴻講的一千為基準店 哇天天上衝下起左縮弱弱 可能還有幾個人不用新冠病毒 心臟就已經受不了了 情緒也崩盤了 那我們也發現我們習慣台灣人 最引以為傲的健保 我們非常多的藥可能到年底 或者什麼時候我們可能會 會不會供應鏈上出了問題 等等的問題 就是我們靠藥也靠的很奇怪 那我們靠很多的東西 我們已經習以為常這個樣子 那我不知道的那個彼岸 現在是你看 以前是一家燒火嘛 日本大地震 我們全部把物資都捐過去了 捐給你日本 現在是全世界大地震 我們誰捐誰啊 我們誰捐誰啊 然後台灣是一個 我們沒有天然資源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又是一個 處處遭受到非常多的 不公平的對待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這些人 應該怎麼樣在祭壇上面 怎麼禱告 怎麼解讀 怎麼看那個不知道的未來 聖經提供給我們什麼樣的力量 跟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我們怎麼樣來看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們三個人 有沒有對大家 什麼樣的提醒 齊哥呢 憲政我剛好 我在一家公司跟他開會 他們是一個拍電影的 一個製作公司 那他們原本在春節 有一個有一檔已經拍好的戲要上 可是你知道那個時候 疫情發生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檔期延到 也就是今年的四月 那是春假檔期 算是很好的檔期 讓他們不可下來 可是現在一看 這個檔期恐怕 誰都不知道預期 對 所以他們就要再想要演 可是要演到什麼時候呢 那天我們剛好開會 中午的時候 我們在看電視 把電視打開 剛好是新聞 也在報疫情 在報歐洲 在美國 你知道這個影視行業 不是只是我們拍片而已 我們牽扯到很多相關的 包括不同的廣告商 不同的行業 那在這種預估之下 整個全球的經濟可想而見的 那種大蕭條要來臨的時候 我們影視行業 其實是會受很嚴重影響 這家公司的老闆 跟我們在開會的人 突然之間 因為我跟他算是蠻熟 他說奇哥你是基督徒 是不是 我說是啊 你要不要替我們做一下禱告 其實說實在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太多心情 可是我也為他們做了一個 祝福的禱告 禱告完以後 你知道這個老闆很認真的 跟我也跟所有的人講說 你的神最好是真的 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在心裡面 有一個很強的一種想法說 我一定要告訴你 我的神是真的 正好開口的時候 我心裡面 我覺得也許是聖靈 真的告訴我說 在工作上為我做見證 去為我做見證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一群人 我們不只是他們 是周遭還有好多人 都等待神的兒女 在這個時候做見證 是 為主做見證 我深深的認為 這是這個時候 因為裡面 耶穌不是講過嗎 曾經責備很多 跟隨他的人說 你們會看天 天黑了要下雨 天紅了要起風 可是你們卻不懂得看這個時候 是 我們會不會 不知道看這個是什麼時候 嗯 一個基督徒 一個神的兒女 一個君尊的祭司 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 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 周旁代 也認真必須看待的事 嗯 是 正好呢 對啊 就是像剛牧師講的 就是說 現在是一個 啊 這個最壞的時候 什麼最壞的時候呢 就是 你看全世界 已經是幾十萬人確診 已經不是那個什麼幾百人 上千人 幾十萬人 有的國家是一天一萬人來增加 我們可以說失控 好像說這個全世界 全世界 我們談到隔離是指一個人被隔離 我們談到這個人 這病得很嚴重 給他帶上呼吸器 是他一個人被帶上呼吸器 可是你看 你現在可以去想像 全世界都被隔離 全世界都封鎖邊界 全世界好像都要帶上呼吸器 那但是在這個時候 就像剛牧師所談的 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候 什麼最好的時候 最好想到神的話 最好敬畏神 最好這個認識他的時候 所以突然笑了 就想到說 在馬太福音裡面 有一幕光景就是 大概是24章吧 這個門徒跟耶穌坐在聖殿之前 門徒正在讚美說 哇你看這聖殿 這麼揮煌 這麼雄偉 對不對 好像我們這個世界上說 現在世界上經濟這麼好 這世界上這麼大的聯合 對不對 這個世界好像地球村一樣 好像人類改變的歷史一樣 就開始指著月球上月球 指著火星上火星 忘了神的時候 然後耶穌就提醒他們 將來沒有一塊石頭 放在石頭上 然後他們就開始討論到末世 就突然問耶穌 末世會有什麼光景 耶穌說末世就像 慘難 戰爭 饑荒 疾病 慘難 我自己沒有生過 但我看我老婆生過 那個慘難 我看我老婆要生的時候 他那個陣痛是越來越痛 他那個間距是越來越密 越來越平凡 或許 這不就是耶穌說的嗎 末世就是這樣 有這麼多你不能溺料的事情 你不能掌控的事情 我覺得 我們不是為這個事情 有什麼幸灾樂禍 不是 而是真的基督徒就想起來 你是神啊 你說的是真的 我們要敬畏祂 因為不能掌握了 但是我覺得也回過頭來 就像剛剛牧師所提的 對啊 我們就想到很多事就無用了 你原來的工作 哇 你可能剛講拍了一部電影 對不對 這個好棒的巧思 好棒的劇本 很大的卡斯 對不對 那個花了不知道 重金 這個找了多少的投資人 哪裡知道一個新冠肺炎 沒有人敢進戲院 全部都付諸流水 你怎麼知道 你掌握不住 所以人 我覺得也感謝神 神興起每一件事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一個信念系統 就是神所降的意念 絕對不是災禍的意念 神絕對不是說 今天我欣起一個 來懲罰你們 神給的 總是一個平安的意念 總是一個拯救的意念 就好像今天的光景 好像當年巴别塔的光景一樣 世人聯合在一起 幹嘛 抵擋神啊 好像有時候聯合國做一些決議 幹嘛 抵擋以色列 大家的聯合 好的聯合 當然帶下更大的權柄 壞的聯合 那是會抵擋神 那是遭災的 所以神把人打散 把語言變亂 變亂的原因是 讓你能夠分散 人為什麼能分散 是語言變了嗎 我們今天四個能夠坐在一起 這邊聽牧師分享 或我們三個 有一點簡短的分享 是因為我們相同的語言 那你有沒有想過 突然之間 神一彈指 我們四個人語言不同了 剛剛你在講什麼 對 我在放眼禱告 放眼禱告 我說 我這一個錄影 這一個直播就止住了 因為神就變亂了 所以今天你不覺得神 其實這個也是牧師給的提醒了 好像當年巴别塔 神做了一件事 突然世界就斷開了 很多事情就變得無用了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也回過來 這個時候就開始很多的思想生 我就想到 當這個都無用的時候 就像牧師剛提的 我們被掳了 我們來到一個 從來沒有過的光景 本來我們靠自己種葡萄樹 種石榴樹 自己過日子的 今天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個路上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候 神也安慰他們 還記得嗎 聖經到處他們說 神說你到了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為那個地方禱告 對不對 當那個地方得平安的時候 你也會得平安 神也給了他們一個 平安的確據 你為那裡禱告啊 我會在那裡 當你為那裡帶下平安的時候 你也會平安 神還告訴他們說 你不要忘了要架要取 還要蓋造房屋 不要讓你的人數減少 所以這個時候 只有神的話 是你可以抓住的福母 傳承了鐵達尼號啊 你知道鐵達尼號叫Titanic 那個什麼意思呢 強壯 肩而不摧 所以甚至有一段流傳的話說 鐵達尼號起航的時候 不知道是哪一個人說 這條船連上帝都弄不成 當人一驕傲的時候 確定有這話嗎 據說是有這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所以他的名字 為什麼叫Titanic Titanic就是那個 極其堅硬強壯 弄不倒的意思 那是他成 這時候你能抓住的就是 上帝的話 所以我們的名字 這最好叫做劉弱啊 劉謙啊 劉謙啊 好像魔術師 所以沒有錯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也是我們謙卑的時候 我也發現聖經當中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怎麼禱告 這也是一件事 我最後 這是我心裡的一個感觸 就講到說 我們到祭壇前 我發現每一個好的禱告 好像約莎法王這個 遇到一個不可逆 不可抗 三軍聯合要攻打他的光景的時候 你去看 細看他的禱告 他是把自己極為降卑 他說他無力抵擋 他把神極為升高 所以唯有你是神的 只有你能夠抵擋這個大軍 我覺得今天也是 改變我們禱告的時候 從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也許今天要 倒到神的心意裡 我們也在禱告中也謙卑 不是說神你要給我什麼 供應什麼 分別什麼 要把我藏在哪裡 也是說真的 神我們無力抵擋 不論我們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個細菌在那 我已經看不到了 那你是神 我有你能幫助 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笑 為什麼要笑呢 神真是真的 因為耶穌唯一的 叫我們的禱告是什麼 願神的旨意 成就 然後願神的國降臨 對不對 我們其實 當然我們當然 不管是我們要露營 或是說露成島 各方面禱告裡面 最終我們還是希望 用諸島文來結束 所以其實 神是垂停禱告的神 知道嗎 因為神要掌權 所以我們要笑 因為神是真神 因為我們每天禱告說 神你來掌權 其實我們常常 禱告裡面當中 常常提到這個 所以我們為什麼 就覺得說一方面神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成就 的同時 我又要去掌握我的經濟 我的一切 我的治理 連怎麼去教導人 各方面都說我要掌握 所以這件事情神一再的 所以神是垂停禱告的神 絕對是Amen的 因為當我們這樣禱告 我們禱告神聽了 所以神就要掌管這個世界了 因為這個世界現在已經太多 不公義不公平的讀詐什麼 剛剛牧師講的一樣 最終神造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然後巴比倫的路上面 然後回來的路上 像尼西米他們回來的時候 他們的認罪悔改禱告 就算尼西米沒有做那件事情 但是尼西米也做了一個認同性的悔改 他做了什麼 他就是回到那邊哭說 是我們的先祖 是我們的百姓做錯了這一切的事情 所以才會被擄到巴比倫去 然後這件事情神也提醒了 透過耶利米一直提醒說 你們要聽話 要聽話 要聽話 要走善道 要走善道 就是不聽嘛 所以最終去了 而且神很怜悯的 就70年而已 沒給你什麼140年 或者是怎麼樣 就給你70年 而且還答應你回來 還真回來 所以其實這樣子看來的 聖經當中 神已經確定是這個災 神也常常講說 神也如果是我們用演戲 來看到神一直在上面hold hold得很 很在hold hold在那邊說 好了可以了 你們可以了 你們可以了 你們不要再弄我了 我怒氣 好幾次跟摩西講說 你離開我剎那世界有沒有 常常神其實是很滿 脾氣不是很鬧 就是不是脾氣不好 他的忍耐度已經到了極限 他常常就是想要這樣子 如果其實神沒有靈敏的話 神的神隨便出手 我們全滅了 真的我們現在還在那邊 坐在那邊錄什麼直播 然後錄這個錄影 更不可能 神如果神出手的話 沒有一個是藝人 但是神也一直在提醒我們說 如果你不走這些善道 你沒有按照神的法則去走 基本上這些瘟疫什麼都來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在主祭壇的人 我們真的要用不同的眼光來看 按照聖經的教導 這幾個我自己最近也在 因為小組的分享什麼 也做了一些考察一下 可能大家如果不足的地方 等一下大家可以來補充一下 瘟疫來的其實有幾個比較多的 大部分就是在一次曠野的時候是抱怨 抱怨的時候瘟疫就來了 所以抱怨是一個還蠻重要的關鍵 那現在這個時候我們 其實要思想一下瘟疫還沒來之前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生命 如果瘟疫還沒來之前 你就是一個抱怨的生命 那瘟疫來是剛好而已了 所以你就要自己思想這個說 為什麼瘟疫會來 為什麼神允許這個瘟疫在這個世上 然後讓大家都停止不要動 你們根本無法掌控 就像剛剛上弘講的說 我們極其要謙卑 要自己要思考一下 我們是不是哪裡做錯問題了 就不是一直問說 神啊為什麼 是思想一下 到底是這個世界是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人都無法掌控 誰都不知道這個病毒 根本在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大家嚇得要死 從來沒有這麼嚇過 是什麼 抱怨 這是一個人的本性的狀態上面 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大衛年間 大衛的時候他去數算他的兵 那就是一個驕傲的一個表現 他覺得今天我都弄了 所以 第一個是抱怨 一個是驕傲 然後在這個當中我們也思考說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是拜偶像 就是拜偶像的時候也會 也會降下瘟疫來 那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 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 除了我們所看到的這些 木頭石頭這些偶像 那當然台灣也不用講了 這已經90%以上 都是在拜偶像的這個狀態 我們要思考一下 我們的禱告的方向是什麼 是 主啊求你保護我們 瘟疫不要來到我們當中嗎 還是說 主啊我們得罪了你 我們拜了這些 木頭石頭的假神 我們沒有按照你的話語 做了一些公益公平的人 在我們的職場 我們有沒有耳詐 在我們的職場當中 有沒有去大消炎看別人 你的明明自己的眼睛裡面有 梁木 你還去一直怪人家 這些行為動作存留 有沒有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是有的 如果你是一個在外遇的人 你也不用覺得 什麼瘟疫來了這樣子 你就沒有守神的道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思考一下 是瘟疫 該不該來的時候呢 還是他來的剛好呢 還是 瘟疫 因為是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而瘟疫來呢 還是無庸無故神 就看我們不爽 反正就是這些人 真的是 就來個瘟疫 給你鬧一下呢 這個東西是我們 現在身為基督主 要思考一下 心裡面 不是看現在外面的瘟疫 是到底我們的行動作為 所以我個人也在這個當中 也在思想說 是不是我們自己本身 沒有愛人如己 我們有沒有自己做到神的 御律典章 都沒有的時候 你覺得 你還有什麼 你還有什麼好說 主啊 求你來推廷我禱告 求你來怜悯我們 神說你自己 可不可以先把自己的生命 調整一下 所以為什麼需要祭壇 就是要先把自己的生命調整 以至於 當你的生命核神心 或是你的生命 有耶穌的保血遮蓋洗地 跟耶穌有做一個交換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來代求代數 不然怎麼可能 不像 我們不可能像摩西一樣 這麼的極其謙卑 到那個程度 對不對 我們也可能看到星光病毒 就開始抱怨 你看 那是什麼國外回來的人 對不對 他們害的什麼的 你又開始要抱怨了 又開始在 你不是神 不是說要愛人如己嗎 你怎麼會怪人家什麼回台灣 然後把病毒帶來呢 那就是我們現在不斷的還在 已經有瘟疫了 我們還在這邊做這些有的沒的 哪一天真的那個地會不會裂開 讓我們全部都進去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 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聖經當中這些 都在遵行 都在一個在這個預言當中 在一個一直在提 在實現這個狀態 所以回到本身 我們自己應該要思想 這次瘟疫來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的價值 我們的信念系統 是對的呢 還是不對的呢 還是在神這邊呢 是跟神的暢通呢 還是跟 還是你跟世界一直在暢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思考一下 對 其實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今天四個人 你知道最近有VR眼鏡 如果我們戴上VR眼鏡 我們來看這個地球 就是它在run 現在有這些東西 那 剛才阿根講到信念系統 如果我的VR眼鏡 我看到這個地球 其實我在做金融界的話 你知道我就會只看到錢 演藝圈我相信成名就要成立嘛 也是錢 任何一個行業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錢 如果我們的信念系統 如果我們的信念系統都是錢 你這次一定會嚇死了 因為你的信念系統就是那些東西 那這裡面就是有一個很深的 價值觀的對撞 神說沒有用了 你說這是我活命的 那就撞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說 常常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戴起一個VR眼鏡 跳開這個東西 去看到我們自己 以及看到世界的問題 拜拜 الس hunt 還是 賀 西 你 onte